我們進到簡報的第八頁來看一下 簡報第八頁 接下來 當然就空號求救了 我們這裡跟大家介紹兩個 螢幕擷取 還有老師的教學圖片 資料的比對甚至便利貼 雖然我們剛剛講Windows內建的剪貼布 是不是有一點進步了 但是真的還不夠 你看 為什麼說不夠 剛剛比如說你看 我們上課的那個 簡報檔案你不覺得 我就這樣丟過來丟過去 放大縮小很方便嗎 有沒有這樣子便利貼 對不對 不要我就丟到另外一顆螢幕上 要就再拿回來 然後呢你看喔 這裡我就先關掉了 因為大部分老師都知道的 再來你看 你看我剛剛擷取過的內容 你有沒有發現我還可以再回來 有沒有歷史紀錄 有對不對 如果萬一我發現 不好意思那個 這個我應該要截大一點 幫我自己 也加進來 有沒有感覺我隨時可以回到過去再回來 對不對 萬一萬一 來來來來你看 這裡有關掉 不好意思 剛剛這裡啊 可能要再大一點 然後這裡 標註清楚 那線不夠大對不對 滑出滾輪 有沒有粗一點 好 然後字 好 檔案 好 這個字 不夠 加個外框 加個粗體 好 這樣 字不夠大 滑出滾輪 放大一點 然後 箭頭 指 指標 太粗 縮小一點 你有沒有覺得 這樣子比較好一點 簡單嘛 然後釘選一下 有沒有就變便利貼了 看不清楚 滑出滾輪放大縮小 它會在什麼 在所有的頁面之上 所以我切到這邊 有沒有在這裡 切到這邊是不是都在這裡 不用擔心被 蓋到 這樣還可以接受吧 有沒有比Windows的 內建好用一點 所以呢這個我們就call out求救 好那 那事實上呢這裡有兩個 我們剛剛給各位看了這個兩個 一個叫SniPaste 一個叫Pispin 好那這兩個其實說真的 使用方式都是一樣的 因為 這個就是偷學人家的 可是呢他把他 SniPaste的裡面 一些屬於付費功能 好那當然他也有增加自己的 好就是 讓就是放到這邊來 所以如果你要比較多功能的 你可以用這個 但是那目前只有兩個語系 就是那個介面 就是英文跟簡體 那這裡的話是有繁體中文 所以就看 好那 我把這兩個軟體他們本身都是 雖然他們是 這個是安裝的 這個本來就是免安裝的 好 好那 我把這個軟體呢 安裝完 我把那個資料夾 扣出來 它就是免安裝的 所以我把它放在我的雲端硬碟上 老師您可以幫我先下載一下 好 先下載一下 你就像這樣 點到上面這個 雲端硬碟的圖 按下去 就直接選上面這個 下載就好了 是一個壓縮檔 等一下麻煩大家幫忙 解壓縮一下 記得要解壓縮喔 不能在壓縮檔裡面直接執行喔 這樣OK嗎 好那你下載完了 好你看我剛剛上課前我就先偷偷下載了 檔案不是很大 好所以你打開它 在右上角 如果你用的是Chrome的話這邊 你就直接 選這個 資料夾 你不要直接點它因為很多人會直接點它就變成進壓縮檔裡面 你就點旁邊這個 會打開它的那個資料夾所在的位置 好來給各位看一下 這是 有沒有這樣就找到它的 好那麻煩你幫我按右鍵喔 按滑鼠的右鍵 看各位如果您只有內建的 您就按解壓縮全部 如果您有像這一台電腦有7zip 您就按解壓縮字詞 因為我保留那個資料夾 好所以你解壓縮之後 就是會有一個資料夾 這樣OK 記得一定要解壓縮 千萬不要直接點兩下進去看 直接點兩下進去看 您只是進到那個壓縮檔裡面 有沒有 你看這裡 如果你的前面是這個符號的 表示你是點兩下進去裡面看的 要注意一下 因為這樣子並沒有把檔案解壓縮出來 您只是進到裡面 然後去看裡面有什麼內容 單獨執行那個檔案而已 所以不一樣喔 所以那個資料夾要麻煩你把它解壓縮出來 按右鍵 我這邊就用7zip解壓縮字詞 你會發現有沒有多了一個資料夾 看一下資料夾的圖是這個 壓縮的是這個 一定要分清楚 好 那我把另外一個解壓縮一下 PeacePin這個 好 一樣 解壓縮字詞 好也在這裡有沒有 所以我現在有兩個資料夾了 那這兩個呢 其實您可以摺一就好了啦 看您覺得哪一個比較順手 就用哪一個 那 我們在這邊 我先測試給各位看 就是你點兩下 好點兩下進來 我用SniPace的先 點開 因為不用安裝嘛 所以只有一個執行檔 有沒有看到一個 彩色的 這個 點兩下就好了 點兩下之後什麼事情都不會發生喔 你只要點兩下 等一下我告訴各位它會出現在哪裡 好另外一個呢也是一樣 PacePin 好 找到這裡 有沒有 執行檔就是這一種 它長得像這樣 一樣點兩下 也不會發生什麼事 好 那它們會出現在哪邊 在右下角這裡 有沒有看到我這裡有兩顆 一顆這個 一顆這個 但是因為你現在執行完了 預設會收起來 所以 你打開這個 向上的箭頭 你的應該會在裡面 好 因為我要讓大家比較方便看 所以我就按著把它拉出來 按著往外拉 這樣就好了 有沒有在外面其實不重要啦 這樣有沒有清楚了 可以喔 好好好 這樣都有囉 來 老師這裡我看一下 我們在這間 來 谢谢大家